为在中章快速道路桥下的胡日修宪广场 是乌日相当重要的活动场地 由于是户外广场 木造的舞台容易破损 附近也堆放了不少废弃物 环境显得有些脏乱 明代接获民众的陈情前往会刊 要求市府将破损设备修复 也需要添购体贱器材 让更多人来使用 木造的表演舞台 地板上出现好几处破洞 旁边还有告示提醒民众不要靠近 于这位表演舞台 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破损 让地方有些无奈 胡日广场 焦点广场要踢到 派起来不然要维修 要踢到 我觉得很可惜 刚才花了一个钱 差不多12年了 12年了 所以活动都在这里办 胡日修大型的场地也没有 这大型场地有什么 停车广场就看 所以要踢到 踢到玉瑶 可能就会毁掉了 很可惜 地方表示 追放了不少废弃物 环境显得有些脏乱 也容易发生危险 胡日区长期缺乏一个大型的活动场域 然后这个 胡日区的活动大部分在以前 大部分都在这个 胡日广场在办理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因为这边是民众活动重要的场域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里再增设一些油气设施 把这边的油气设施规划得更加完善 让民众使用起来更加的舒适 第三个是 也是一个 这边也是一个重要的停车场域 然后希望交通局可以把这边停车空间做一个有效的规划 经过争取是否最近已经修复木造舞台破损的部分 而明代也会持续努力改造这休闲广场 让附近居民有安全舒适的运动休闲空间 接下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 接下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